这份报告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它对未来五年里面 全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成长率的评估 是属于一个比较低水平的 大概3%甚至于平均3%不到 平均3%不到 如果有人超过3%的话 就表示它的贡献幅度很大 被那个1%2%的拉下来 就很清楚了 G7里面英国 德国 法国 它的经济成长率就在那边 1%2%在那边转了转 那3%谁拉上去的 我就要问 这个拉上去跟那股票大盘一样 你叫那个什么小公司去拉台湾的股票 拉不动 底子比较大了 资本的比较大台积电一拉就上去了 那谁是规模比较大了 第一名美国 美国经济成长率是第一世界平均值 那第二名是谁 就中国 因为美国大概现在是24兆美金 中国18兆美金 两者差6兆 那还在逐渐的接近当中 所以中国经济成长率如果超过5% 或者超过3% 等于多了2%了嘛 2%可以补好几个国家 比如德国才多少 德国的GDP的规模才4兆多嘛 英国才3兆多嘛 那这几个国家加起来都还不到10兆 那虽然是把世界平均值往下拉 那中国一个国家就可以把它拉起来 所以他这个结论就是说 未来5年世界经济成长率贡献最大的就是中国 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龙头 中国就等于世界GDP里面的台积电 是这样子听懂吗 这20年来美国人不晓得在干什么 拼命去扩大财政赤字 把这个财政赤字都丢到军火商的口袋里面 到海外去打仗 不要讲别人 光阿富汗战争打这20年花了多少 两兆以上的美金 两兆以上的美金 对美国财政赤字也是个很沉重的负担 而且新冠疫情的时候 他采取的策略也花了一大笔钱 拜登上来要搞所谓基础建设 又花了个两兆 美国在花钱是用造作单位 而且用美元造作单位 所以经济成长又带不动不起 税收来弥补 最后就是拆东墙补锡墙 累积了这么庞大的债务 所以他20年间 他的政府债务到达34兆美元 比他24兆的GDP还多了10兆 这个多了10兆也就是说 从以前不到GDP的60% 一下子翻增到120 这120是低估的啦 我那天算了一下大概135左右 算是蛮高的 那会不会造成全世界的金融危机 对会吗 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个很严肃的 一个金融危机的定义 不是一般人讲的 就是银行大量倒闭 像2008的那种金融危机 这种普遍的性的金融危机 会不会发生目前不会发生 那为什么目前不会发生啊 就像日本一样 日本的负债比例比美国还高哦 那为什么日本不会有金融危机 它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日本政府的举债大部分都是在 日元在国内举债 所以它没有外汇兑换的危机 如果你举元美元债 到时候你还不出美元 因为美元不是你印的嘛 所以你就可能会变成 这个政府跟银行的危机 第二个就是 日本再怎么借的话 它的利率始终都是1%左右在借 因为是采行低利率政策 所以撑得住没有问题 那美国就稍微比较中间 不像以前那个欧洲五国一样 欧洲五国是什么现象产生金融危机 你看冰岛银行倒闭啊 这个希腊银行倒闭啊 意大利银行挤兑啊 连西班牙银行都要挤兑 挤兑就是银行倒闭的先生 我们他有没有挤兑过 有啊 这个我们阿良哥 在当立委的时候 我忘记哦 他搞金融重建 一次经改 对啊 挤兑 但挤兑如果比重不大 还可以控制 如果普遍超过银行系统 25%银行系统就会垮掉 那美国目前的好处在哪里呢 第一个就是 证据是他的联邦利率 现在才到4%左右 还没有到达7% 7%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经验值 就是会产生银行挤兑 政府破产 就是当你的联邦借钱的利息超过7% 表示已经没有人要借你了 对 你借到无所借也超过7%的一个标准 那第二个就是说 美国现在 就发行联邦政府公债 看看叶伦老奶奶还跑到中国来推销 那日本不用推销打个电话就买 现在算是还卖得动 所以因为卖得动 所以他利息就上不去 如果说如果以后哪一天卖不动 利息一直往上拉的时候 因为越卖价格越便宜 利息就往上去 如果连续个几年超过7%的话 美国就会正式进入危机的时刻 那以目前来看还不至于产生危机 但是IMO说你就是乱源 没有错啊 是啊是乱源啊 那我们担心会有危机嘛 你就是一头灰犀牛 我看到你要冲上来啦 你还没有冲上来 那我们每一个人提心吊胆 做各种防备的动作 它的原因就在这里 那我们先讲的所谓的华尔街 就在下层的当趟 靠近港口的旁边 有点像我们早期万华 靠近蒙甲的港口旁边 那个港口有一条街叫South Street 然后那个地方啊 我们叫南港South Ferry 就是南边可以船进来的地方 那从这个海岸港口旁边 一直往北拉一点点 不长大概几百公尺而已 然后那个像 那个华尔街你不要记得很大街 它从百老汇叫Broadway 宽街开始一直到港口 大概几百公尺 宽度差不多多少 宽度大概一部车子开进去就满了 很窄非常窄 因为以前是马车嘛 所以很窄 那这一条的时候 就最早成立的单位 叫纽约证券交易所 纽约证券交易所 它编号是华尔街11号 那现在我们讲的JP Morgan 就是跟着华尔街证券交易所 很多银行就不断的寄举过去了 那是一个老银行 它在45号 换句话它比较北边一点点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以前在华尔街2号上班 所以比较靠近港口 我每天上班都可以看到 这个自由女神的屁股 哈哈哈哈 那在这个处境里面 自从上一次911之后 事实上华尔街并没有完全恢复 我们就开个玩笑 这个白天白人统治 晚上黑人统治 这个整个等到下班完以后 整个华尔街像空城一样 没有想象中的什么爱店 什么这个这个欲望城市 那对不起 那个都是 餐厅什么的都没有 没有 这里都没有 Times Square都在Meet Town 所以都不在那一边 所以会变成非常非常的无聊 连找个超商都很困难 而且进来都是流浪汉 所以到晚上就 治安就比较麻烦 每一栋都是要有 武装警卫在照顾 那你说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 这个原因很复杂 很复杂 所以你就自然不会有人 太去到45号那边去做生意 那很多银行早就慢慢搬出去了 因为比如说 蓬佩奈就是以前被炸掉的 世界贸易中心 那这个我很多铜鸟就是 牺牲在那一边 大部分都往meet town搬 往meet town搬 所以很多大机构 大银行 尤其是保险公司 最少开跑 保险公司人比银行还多 银行比证券商还多 所以他们逐渐搬过去 所以这也表示说 疫情期间可能整个华街都是空的 对啦 对是空的 所以连串的这个事故之后 你现在重新恢复一个很热闹的街道 可能在至少在傍晚都有困难 不要讲说晚上 那你一个没有夜生活 没有夜市的地方 你很自然就不太可能 比如说我们台湾的证券交易所在哪里 可能不晓得 我们他的证券交易所在101大楼 24小时都灯火通明 对然后餐厅又多又有夜店 对 还有拉面 拉面店 所以东京也是一样 东京证券交易所旁边是很大的一个市集 那上班啊各种商业活动就会很热热 可是华尔街偏偏就没落了 那您看过他最繁荣的时候到现在 我在上班的时候最繁荣 到晚上再晚的话 你要吃什么东西都有啊 真的 对啊对时代过去了 补充一下寒冰兄的 这个刚才的论述非常的好 就说德国是不能没有中国市场 因为它像欧洲市场这个衰落了 最近时间萧条你说双逼的车在欧洲能够卖多好啊 那就是中国有钱买嘛 所以到目前为止双逼的汽车 卖利润最高都在中国卖的 对 那你怎么对它 欧洲都喜欢开小车啊 放掉市场对它不可能 还有更重要的 它需要海外生产基地回销欧洲 为什么就是以巴斯夫 你也许没听过巴斯夫这个场 就是德国的台数 德国的台数加中油 这样听懂了吧 懂了 哇好大 对 那这个化工产业是德国的强项 是的 因为只要谈到化工产品 大家都会觉得德国品质最好 是啊没错 然后这个交货最准等等 可是现在巴斯夫说 我在德国不管那什么地方生产 电也贵 这个天然气也贵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在德国生产 所以我必须要把我的制造基地 移到海外去 移到哪里啊 现在哪里的能源便宜啊 中国大陆啊 是 所以在中国大陆到处都是厂 有它在广东湛江 弄了一个大厂 它现在好要到四山重新去了 反正就是 因为它现在的旧厂在欧洲 南京也有 开动也不是 不开动也不是 为什么 开动的时候生产效率开始偏低了 开动了以后因为成本太贵 这个几乎就是 说难听一点 生产一顿赔一顿嘛 对 所以你宁可在中国生产 再运回欧洲都还划算 哇天啊 对啊 所以 它的处境是需要海外制造基地 那它的制造基地 有一部分也在印度 但效率不好 其他地方找不到便宜 因为印度电脑是会断啊 跟我们桃园一样啊 这两天动不动断你一下啊 这就没办法作为工业基地了 而且他去这一次去在中国谈主要说 第一个你基础设施能不能帮我忙 对 中国大概就没问题 第二个你电力供应我们有个优先权 以前不要说要换杂 就先把你关掉对 我听过朋友讲他台商做的蛮大 他说他们那个关掉 我们现在因为为了控制温室效应 所以关店不过你排在最后关不到你 前段时间不是有这个问题吗 限电就对了 那现在不会啦 现在因为经济 全世界经济已经另外一个景点 没有人会把温室效应当这一回事了 这段时间先度过困难再说吧 所以德国你以为只有巴斯夫需要生产基地 连宾市BMW都需要生产基地 所以他很早就把 在自从俄乌战争开始就把很多的零部件 送到中国来来请人代工生产 本来比如说在中国代工生产的零部件 大概占15% 现在提高到25%了 那为什么他只有靠这个方式才能降低成本 所以肖子跑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这个论坛叫西太平洋论坛 已经办了19届了 所以今年办得也蛮成功的 因为有29个国家代表团 180几个代表来参加 就一个军事论坛来讲 这已经是够热闹了 有趣的是说张佑霞的讲话到底讲什么 对 张佑霞讲话有几个主要的 第一个他引用习近平主席讲话 太平洋这么大 我洗澡不会影响到你 你洗澡也不会影响到我 我们可以容纳两个大国 还有很多很多国家 不必要互相挤来挤去嘛 这个是引用习近平的说法 但是他有提出来 第一个领土主权不容侵犯 对 讲白了 就是针对台湾岛 跟其他的南海的领土岛教 因为中国离开这个西太平洋的内线 就是第一岛内以内的内线 有领土主权的一个 一个掌握跟主张 但是离开这个线以外 中国在第一岛内以外 没有任何领土主权的主张啊 对 所以这个领土主权不容侵犯 是很约束性的 对中国是很约束性的 然后第二个他讲说 你要搞 岛链封锁吗 岛链封锁是谁提的 是最早以前美国国务卿 杜勒斯提的 在1956年提的 对 他说我摆个第七舰队 我摆个13航空队 那时候中国哪有什么海军 对 注意到 中国的海军曾跟所有的船运 被封锁到什么程度 是到了很晚很晚的时候 都不能够经过台湾海峡 大概196几年的时候 才有第一艘 绕了一个大太平洋 从北边绕到南边去 到了1970年代 才大剌剌的走过台湾海峡 所以他们已经被封锁这么久 在那个年代里面 不管是美军也好 或者我们台湾的海军也好 也都得意洋洋 耀武扬威啊 对不对 不像现在啊 他们进眷一过来 我们就很紧张啊 那时候他们 解放军的海军都不敢出海 而且南北线也不敢走 连货运都不敢走 货运也不行 不敢走 那个叫做岛链封锁 所以 张佑霞在讲这一句话 是讲他们心灵业的痛处 想当年老子 规模小的时候 被你们怎么霸凌 看没有 现在我现在长到 我没有霸凌你就不错了 对不对 你现在还给我照门口来耀武扬威 他讲的就是这个典故 所以 张佑霞在开这个 海军的论坛的时候 特别提出来 那至于菲律宾有海军吗 我知道有马德雷三号 有没有海军我都很存疑 因为海军是要有足够的战略战术 跟布局的 可是他基本上比较像 这个 Cosca就是海岸豪卫队 海军的那个 还到不了海军 海军有时候进来海军 然后远海 我觉得 菲律宾连进来海军都有问题 我们严格的定义是这样 那竟然他 虚荒一招的海军 那他有没有来参加 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 那他现在在找所谓美非军援 那听说一万七千个人要军援 那就好好军援 不要出了意外 就比较实际 没有错 因为美国现在是以色列的保护国 或者是美国是以色列的反属国 以色列宗族国 宗族国有难 反属国要贡献 但是通过这个法案 我坦白讲我深受感动 我觉得美国是非常了不起 非常伟大 他已经穷成这样子的财政赤字那么多 他的财政部长要跑到大陆去沿门脱坡 我要发行新公债 我要跟你借钱 你可怜可怜我 我给你借个两千亿 我都没钱了 可是借了钱回首就要去捐给乌克兰 捐给以色列 捐给英泰国家 捐给台湾 台湾是借钱 然后再对中国 台湾是借钱 不是援助的 不是免费的要还的 我们是贷款 你说这个精神都令人感动啊 就是美国说我可以站在世界上的引导力 你说要一个朋友借你钱很正常啊 但是要一个朋友没有钱去借钱来借你 我来免费给你 这种精神是不是一起棒 我怎么听起来就是里面有鬼 没有鬼啊 因为美国的军火商现在很多很多东西 股价最近没涨啊 所以这个通过美国军火商股价都涨了 这钱里面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要给美国军火商 他都不会亏 美国军火商就会抖内拜登 抖内江森 这参议员啊 这个是一个循环体啦 至于这个字节跳动是这样子 这个跟这个军事原字跟字节跳动什么关系 对啊有什么关系啊 TikTok有什么关系啊 他们美国的议会就跟台湾的立法院 其实也半斤八两 其实也更差 他现在说美国参众两院都要表决 才能够通过一个议案嘛 现在是众议院通过说要搞这个TikTok 抖音 然后送到参议院 参议院把他逼在那边不表决啊 对啊 那他现在把他绑在这个法案里面说 那我这两个人送上去 你要不要表决 逼他要表决 玩这个意识游戏 参议院一定会对这种预算 军事员之外表决嘛 他就把他夹在里面 你要不要表决 所以这个是一种意识小技巧 但是美国人是我们不用去管他 对于台湾的二十亿的外国军事 我是有点意见啦 第一个他二十亿元是出口融资啊 强迫卖给我们 那我说你没钱没关系 你慢慢还利息 苏南丁连凭台湾借不到二十亿 对贷款 我跟你讲啊 不要想什么 就合作金库就好 打个电话二十亿贷款就进来了 真的这样子啊 而且二十亿不是只有台湾 还包含其他的印太盟友 全部是八十亿啊 所以台湾是二十亿 台湾是二十亿 对二十亿能够在军事上能干吗 对什么也不能干 因为我们台湾已经给他们现金 美国现金两百亿元了 已经给两百亿元 到现在忘了东西没有 什么鱼砂飞弹 自走炮 对大堆陆军海军空军 都没有啊 一个货都没到啊 那二十两百亿给他那么久 给几年了 三四年了吧 四年利息多少啊 他都不讲啊 然后好 这二十亿还借给你是什么 靠阿三亿 比较乎乎直接送我们嘛 对不对 让我们爱买什么买什么嘛 但是他这二十亿是怎么样 是说哎呀 我指定几个东西 先借你 然后卖他的东西给我们 我们不能不收 问他们 立将军他们最清楚 美国卖我们东西 我们我们能够说不吗 对不行 然后他说你没有钱 主要是因为立法院没有预算 你们立法院没有预算 我先借你 这个叫做什么 兄弟茶 黑道兄弟茶 强迫消费 你非买不得 比如说我今天我是兄弟 然后就跑到这个 立将军那种老师的店里面 老力啊 我这个茶 卖给你一斤五百万 你说我没有钱可以买啊 这三个月不能有黑道上门 哎呀 所以美国就是 给全世界喝兄弟茶 对啊 兄弟茶 乌克兰不是兄弟茶 乌克兰就是打鸡血 因为这鸡血打下去 责乱资金就活了 为什么责乱资金要不到钱 那总统位置就不保了 会被推翻掉 可是给乌克兰这笔钱 乌克兰能够回魂吗 没有办法 对 一台是照常输 他说这个 他这个谁 乌克兰六百一十一 要买什么 火箭弹 什么一五五榴弹炮 然后有 汶尼将军最清楚 现在二无战争的情形 不是这样子 他说要买防空飞弹 老天哪 真是 他他他干脆就把核主席 买给他不是更坏 对不对 对啊 谈不上军事上的施压 因为我们不要自己以为 我们520很重要 对赖清德很重要 对我们一般老百姓 一点重要性都没有 第一个问题是说 大陆的解放军 已经常态性的 在台湾岛周边的空域 进行所谓 这个战备警巡 战备警巡就是一个名词 就是等于战争准备 这个巡逻航线的这样子 那不断的不断的闹 但是他会不会因此而来 攻击台湾 当然不会 他用攻击 干嘛那么麻烦 搞大陆科都来了 对不对 更省事 刚才说的东风时期 时间更快 东风快地 他就是一个派出所 远警出来绕一绕 一个庙里面出来绕 尽平安 那他的政治意义 是要告诉全世界 这是我中国的领土 他要这种象征性 要不然谁能够在那边 整天在那边绕 绕也很费力 又很费事 又很费油 那你台湾这个时候 当然不会去跟他起军事上的冲突 这个时候起军事的冲突是自取其辱 所以他就能能看着你 所以现在标准的是台海两边也在某种程度的军事冷战 每天我看看你 你看看我 对 立将军你好 意思就是说 我还有在看你 大概是这样子而已 因为他并没有要全面攻台的准备 证据在哪里 对 他陆军都没动 对 他什么登陆艇都没动 海军 现在是海巡 对 那海军 我看到这位懒洋洋晃晃晃晃 所以主要还是空军比较 比较活动 那当然台湾媒体讲说 你看他飞进 靠近四十一海里 还没到六海里 那船 雨船都到六海里 对不对 你那个空军四十一海里算什么 所以这个等于两方面 还在做一种用军事手段 来达成政治目的的 一个演练的过去 这个阶段 我们比那个伊朗跟以色列 弄来弄去 还程度还低很多 还低很多 但是都只是用政治上的表达 那你说解放军会不会停止 不会啊 因为他说你想台独啊 我说领土是我的啊 所以他就是像一个地主一样 牵了一条狼狗 我每天到他土地外面烙一烙 他也不会进来啊 所以这个大家放心 不会有什么事情 那这个我们台湾的兵推 这个看他会讲老实话啦 我在堵他 十次兵推十一次输嘛 只输多输少 输少而已啦 我不是在漏我们台湾军队的气 而是因为实力差距太大 这才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那实力差距到这种程度 光国防预算大概就已经二十六比一了嘛 更不用时长的一些战备啊 那我们当然会都在宣传啊 我们是全世界 导弹密集度世界排名第二 第一名叫什么 第一名叫以色列 第二名是台湾 可是问题以色列 旁边有中国大陆这么强大的军队在吗 没有啊 打打巴勒斯坦 打打伊朗啊 这是还有 还被福塞祖师啊 给修理 是丢脸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 这个程度不同 那我们 我们的飞弹的比例 还不如以色列 那请问你 我们能够应付一个 全世界军队最大的 导弹最多的 比如刚才我们讲那个什么 他大陆上的有一些 有一些什么这个导弹 光他们的长舰十号导弹 多少 三千颗 三千颗 巡力飛弹 长舰 我只讲长舰十号 还不包括可以打船舰的鹰级 还不包括可以空中打雷塔 还不包括弹道导弹 中程导弹 东风都不知道 我只长舰三千颗 我跟各位说明一下 因为每一个都市在设计的时候 都要计算说他的排水量 对 这个很少有国家这么做 那你可能大家可能不知道 全世界这个 这个市区里面的排水量 这个量最大的 是什么城市呢 就是台北市 他一个小时可以排八十公分的水 这个八十公分水 就整个台北市都八十公分满了 一个小时都排掉了 所以如果是这个 他说一天 一天下多少 刚才说那个 广州是吧 这个大陆气象局 最大十余量 一个小时下三十到五十 台北市来讲 根本不会积水 局部地区七十毫米 七十也不会积水 台北市的标准已经到八十 这个当然是长期努力 应该是从什么 从高艺术时代 一个市长在慢慢累积起来 治水经验 那你要先问水 淹水是从哪里来 第一个就是马路上的积水 马路上的积水 你要靠地下排红道 还有排水 那个什么大型排水机 把它排到河流里面去 那第一个做法 第二个 你水往河流走 水法会溢出来 所以你要加高提防 以前有一个 想选台北市的人 异想天开 他说他当台北市长的 第一件事情 要把台北市周围的 提防全部拆除 让台北成为一个 清水的城市 那我就嘲笑他说 你会成为一个 淹水的城市 因为那个人没有概念 那个人叫顾力熊 现在当国防部长 完蛋了 你就知道说 这个人的尝试有多高 那再来就是什么 台北市靠山区 山区下的雨 经常山上淹死人 平地没有感觉 因为它的水的路线 容易到山凹里面去 所以很多那个 山凹的停车场 很容易被淹水 可是这个山的东西 山体上的淹水 要处理 要不让它冲到马路上来 是一个很困难的 当时去年北京淹水 就是在北京山区 下了水以后 水往里面冲 那因为以前帝都 从来没想过淹水 因为北京干旱 从来没想过 所以用台北市的经验 很多地方都可以试 那台北市用什么 用着山区导流系统 因为台北市运气比较好 台北市附近山区 以前大概都矿坑 那这是我坦白讲 是我想的 因为我在当地界 我的政界就是 台北内湖南港 经常下雨就淹水 我说只要再淹水 给我一票 保证不淹水 再淹水我立刻辞职 后来我干完立委 都没有淹过水 因为我用了一个怪招 就是我把只要淹水 我就把水倒到矿坑里面去 因为台北市有很多矿坑 很多人不知道 那在哪里很多人不晓得 那你只要把这个岛线 把它移到矿坑 所以现在台北市 什么金面山附近的内湖南港的山 只要淹水水 都进入矿坑里面去 可是我记得 我以前有跑过很多淹水 都是在中南部 那怎么办 那中南问他们县市长 好不好 来做该做的事 因为淹水这个东西 没有秘诀 就是你要很想办 去讲说 哪里会淹 这个我们以前老祖宗的大雨 不是玩过这些游戏了吗 要什么疏导吗 就山上下来 山洪水泥 把阴导到可以留的地方 你不要直接冲到马路上来 不要冲到街道来 那这个已经世界级的标准 就是一个小时排水量 这样总共加起来 是平均八十 八十 八十有时候万华建长烟 因为我们旧社区的施工最少 所以旧社区是最晚会退少的地方 那现在就是大陆上 就是要开始想一想 未来气象变化 可能干旱跟这个大雨量会交替 不然 那你这个三十公分到五十公分 你就会淹水的话 显然你的工程 在都市设计的时候 没想到 有很多大陆上的 一直在做好漂亮的马路 好漂亮的公园 但它直接在排水工程上面 没有动脑筋 这个排水工程没有做 就像我们家里浴室马桶淹水一样 这怎么会加兴趣 这正式的公文 上美琴我虽然反驳过吗 我觉得我劝劝小美琴 你不妨做个模范 你就回来我就交税给大家看 你为什么要省这个钱 也不过就二十三瓶酒 二十三瓶酒很多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个税 因为你要想一件事情 我们外交认为回国 有一种自用物品带回国 是免课税的规定 是有这个规定 但什么叫自用物品 二十三瓶酒 你告诉我说 自用物品 大概不太能够接受 如果带个两瓶 而且大家会接受 到了二十三瓶 你要大家接受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我觉得小美琴做这个不够聪明 那点小钱有必要吗 你外交你知道吗 中华民国驻美大使 一各位的薪水是八十万 你要知道两倍总统价 总统价四十万也八十万 学长有人去查他的 那个酒的那个list 里面还有两瓶是嘎巴烂的 那带嘎巴烂回来干嘛 哇好了 就是你要给人家一个好形象 像新任嘛 嘎巴烂 还没上任就传这种事情 因为以前有一些外交官 因为以前台湾的关税管制比较多 他就回国的时候 突然带了十只劳力士回来 他说自用物品 这个很难接受 你说他的夫人带多几条好看的项链 他就不会去跟你argue 你一个人带了那么多 还有人在美国以前买车子 可以买比较便宜 他就自己买一部宾室车 就送回来 一部他睁着眼睛就算了 他一下带三部 他说我一个人是自用物品 三辆汽车 他有三个屁股 那我就不知道 我们没有检查过 不知道 所以外交人员也要以身作折给老百姓看 我们老百姓五月到了 才会心甘情愿地缴睡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地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梅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